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希望我一辈子都像小孩一样 我应该永远都是大自然的小孩 我也希望像小孩一样 保持有成长好奇 对这个世界乐切的心 我是谁 我想我就是大自然当中的一头 小小的山上的路 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 像是人跟自然之间 橋梁跟道路的人 然后想要带着大家 走着山上的路 去找自然界的朋友 我想那就是我现阶段 最开心最想做的事了吧 大家好 我是山路 我父母给我的名字 叫做李厚冲 可是我相信 每个人这一生当中 也许有的时候 当你最了解自己之后 你有时候会想给自己一个名字 所以我给我自己一个名字 叫做山路 他在纪念我一个 在我生命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朋友 他改变了我对生命的看法 我以前是放射师 然后 当我做了好几年之后 做了四五年之后 我遇到了一些人 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甚至遇到了一个阿姨 他在我面前跟我说着 我从阿 你知道吗 我第一路听着大家说的话 我要很认真的工作 很认真的赚钱 我想要很早退休 我甚至我法师 我要在四十岁之后 四十五岁之后 我要退休过很爽的生活 可是结果他很认真 真的非常认真的工作 结果他在四十岁 跟四十五岁那一年的中间 他得了很严重的病 所以他存了一辈子的钱 他没有办法享受他的人生 他开始把那些钱全部给医院 然后突然那个时候 我才第一次问自己一个问题 什么事情让我真正的快乐 什么事情会让我真正的感觉到我活着 我那时候花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我骑着脚踏车 去走玄奘取经的路线 然后我在一面迷路 然后在一面骑着脚踏车的时候 旁边都没有人 只有我跟我的脚踏车 那个时候一瞬间 我觉得我自己像一根热狗 随时要被吃掉 很好吃 在森林里面移动 然后后来我在骑骑骑 骑到一个很黑暗的地方 因为那森林非常茂密 上面全部都是挡住的光 然后我突然看到森林的远方 有一个破洞 前面有个光 我就很兴奋 想说那是不是出口 骑出去之后就活下来了 然后我正要抽车骑过去的时候 我看着那光 突然想到另外一个传说 听说人在往生之前 会经过一个黑黑的山洞 看见一道光 你就会到另外一个世界 我那时候就 哦 不会吧 我已经不在了吗 然后我没有想那么多 我就真的很认真的起 然后我那个时候 心中充满了那些愤怒啊 紧张一些不安的情绪 我永远记得我一骑出去的时候 是一档非常亮的光 因为摆在很暗的森林里面 一骑出去那个光很亮很亮 然后我眼睛慢慢适应之后 我才发现前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河流 然后那时候刚好是夕阳黄昏的时候 那夕阳的光芒打在那个水面上 非常的亮 非常的漂亮 然后那个时候突然来了一阵风 把那个身里面非常闷热 但是一阵风浮过那一个河面 突然有一种很舒服很凉的感觉 浮过我的皮肤 那一瞬间好像有一种感觉 把那个风把我的那些愤怒痛苦 跟烦躁的情绪就哗的全部刮走 然后我突然起一阵鸡皮疙瘩 因为那一瞬间 我的眼睛突然被那阵风打开来 我的眼睛突然看得到夕阳的光芒 搭在那个水面上面 每一个水光在发光的感觉 可以看到鸟 可以看到鱼在那边 跑来跑去的活动 我的鼻子突然闻得到气味 突然闻得到森林 突然闻得到水 然后我的皮肤突然可以感觉到 那一瞬间我跟所有的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那一瞬间突然有一种 非常非常喜悦的心情 从我心里面突然跑出来 那一瞬间所有的 突然有一种感觉 那感觉是一种快乐 那种快乐近乎狂喜 可是你知道那个快乐 我们一般很多的快乐是频率非常快的 可是那一天我感觉到快乐是 非常的缓慢 非常的有力量 然后我这辈子第一次感受到 那么平静 也第一次感觉到同时间那么快乐 然后那个快乐跟平静 沾满我的心胸 好像溢出来 变成很多很多的眼泪 然后最后我就一个人坐在那一个 水边 某某的感觉这一切 然后我发了一个试 那个试是 无论我未来想要做什么 我都希望跟这样的感觉在一起 所以我回台湾之后 我就开始 比较少去做放射式的工作 我开始想有什么工作可以在自然里面越来越多 可是慢慢的我发现很多时候在台湾的爬山 我们很需要去攻顶 很需要去走一些地方的时候 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慢下来跟自然一起享受 我跟自然的时间越多 可是连结却越少了 后来我跑去一个地方学习 那个地方其实很有趣 那个地方在美国 一个在纽泽西州的叫做追踪师学校 它在教导 怎么样去学习美国原住民那时候流传下来 人跟土地和谐在一起的方法 我在那边最喜欢追踪的一个动物 它非常厉害 是它 一只鹿 所以我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我在那间学校待了三个月多 上了很多的课 我只要没有上课的时间 我就去追踪路的足迹 就是我们追踪 通常有些人看追踪的是 哦 这里有一个足迹 没有呢 我们要这样整个趴下来 我们要看得很仔细 好像看到这个每一个纹路里面都非常的清楚 然后如果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细 中不同的角度 开始去观察一个足迹的时候 然后那个足迹的细节 如果你看得够厉害的话 你可以看到很多 你知道看到多少吗 大家可以知道它是什么动物 它什么时候经过 它体重多少 甚至它的性别 有一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我大概在凌晨四点半的时候 我就会先到一个水塘旁边 洗点刷牙 水塑洗 因为大概五点的时候 那三只鹿朋友 一只公鹿 两只母鹿 它就出现在一个水塘旁边 大概什么位置 我都很清楚了 然后我这样弄完之后 我就会躲在那个草里面等它们来 然后一直等这样 然后它们来的时候就很高兴 哇 今天来了 好好好 然后这样看它的时候 我就很想跟它搭讪 可是我又很胆小 很想跟它说 今天早上水很好喝 对不对 这样子 可是我不敢 我就在一直看着它 然后就想说 当我要离开那个地方之前 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我想要让自己 喂装成一棵树 然后在它每天会经过的地方 我的手是我的树枝 在它经过的时候 像一棵树一样 轻轻轻地碰触它的毛皮 抚摸它的身体 感觉它的温度跟生命 便跟它说 感谢你 因为你们的生命 让我学到了 关于你们好多好多的事情 我心中 我知道我有一天会摸到路 我有一天会摸到它们 我希望是这样子的状态下 跟它们道别 然后在那一天 那一天刚好是休息 然后我回到那个 最终是学校 它其实是在森林的深处 它有个空地 然后结果那一天 居然停着一台车 每次要讲到这个 我都觉得很痛苦 只是我答应它的 我看到一台车停在那里 开车的人 是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个老师 然后 我看着他说 老师啊 你为什么要把车停在这里 他说你去后车厢看一看 然后我到后车厢一打开来 我居然看到两只鹿 一只公的 一只母的 已经死了 然后吓了很大的一跳 我说老师 这怎么回事 为什么有两只鹿 它们怎么了 然后那老师说 在那一天的清晨 有一个不小心的驾驶 跟两只不小心的鹿 他们在鹿上撞在一起 所以后来决定 把它带回来 把它带到森林里面 我们跟它学 我很认真的问那个老师说 请问我可以帮忙吗 那老师看着我的眼神 他跟我说 好 这头母鹿交给你 我永远记得我在触摸到那个 他的身体的时候 那是温暖的 它是有弹性的 有生命的 对不起啊 我们人类真的 连留给你一点点生命的空间 都没有吗 最后我回到那个母鹿身边 非常非常认真问他说 请问我可以把你的生命带走吗 请问我可以照相吗 请问我可以让你的故事 变成让更多人知道吗 我问到知道那头母鹿同意之后 那天晚上我吃了他的肉 他的皮仍然在这里 他的身体的一部分 好像过了很久很久以后 他仍然有一部分还活在这里 这是那头母鹿的脚 这是我肉的皮 这些都在告诉我 永远永远不要忘记 我们人类活着 不是来自于新台币 我们人类活着 是来自于生命 所以就像我们这头草原狼 它在猎杀一些草原地松鼠 让它活下去 我们人类也需要吃一些东西 我们才活得下去 所以我把我自己的名字叫做山鹿 因为我要让我知道这头鹿 永远活在我的身体里面 它跟我一起活 我带着它去走它没有走完的人生 狩猎其实是一种悲伤 那是因为我们活着 就是以其他生命作为食物 我们要活着就要吃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 对所有的万事万物更温柔一点 因为我们是彼此依赖 才活在一起的 回到台湾之后 开始带着很多的人去清静自然 像是有一次跟一群原住民小朋友 就想说让他们全部变成小野兽 只要原住民小朋友真的很厉害 原本都说不要 到最后泥巴桶都直接扑在身上 然后开始做很多颜色的调味 你看有斑点的有条纹的 然后我们那时候很开心 全部被装好之后 就让小朋友全部到一大草原里面 开始躲藏 然后看到小朋友开始躲了之后 我们就cue他们的训导主任 然后刚好他们那些有弓箭队 训导主任就是拿一支弓箭出来 开始在那边追杀小朋友 那小朋友本来在那边跑来跑去 真的像动物穿梭来穿梭去 然后看到主任来的 主任来了 本来是一只小野兽就变成这样 然后就训导主任还故意在他前面走来走去 然后看到那小朋友眼睛这样 然后他连头都不敢动 然后就变成超可爱 然后看到都变成小山羌小水鹿小山羊的感觉 然后那时候在阳光里面 在那个草里面 看到他们那个笑容的时候 就觉得其实我们人跟自然连结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会得到一个非常真实的快乐感觉 就是我们并不需要去找哪里是我们的家 因为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家里面了 大自然就是我们的家 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听到自然正在跟我们说的话的话 每个地方都会接纳我们的存在 所以那时候看着这群孩子 我就觉得那头母鹿的生命 他可以更好更好地活下去 借着这样的分享 也让这些孩子 带着这头母鹿 曾经教会我的事情 继续地活下去 所以对我来说 生命只能来自于生命 然后我也把我的生命 继续影响下一个生命 这是一个感恩 也是一个感谢 因为任何万事万物都没有理所当然 所以我很高兴我能够站在这里 继续用我的生命 传递给下一个生命 然后最后想要送给大家一个 很古老 两千多年的声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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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